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低栋B1大楼是大楼的电力来源 它是起火铁 这很奇怪 机电机师在设计上 电脑的材质 规格 负载 安全叙述 都应该全面考量 如果造成过载了 应该会有防范 它自动跳电 它不会让它过热农掉 然后发生火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它这次是试电跟备用电源设计在同一处 所以当试电燃烧的时候 连备用电源的电来跟着燃烧 所以消防的所有设备 其实是形同虚设 这设计上有问题 管道间 它没有正确的做防火填塞 地下一楼 失火的时候 从管道间缝隙 瞬间淹 就已经到20楼 严重效应 对 这是严重效应 为什么会防火填塞 其实我们发现普遍都是这种现象 这个不是竣工茶园会堪的项目 可能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第三个呢 备用电源 因为我们的消防 除了正常电源 强烈的规定要有备用电源 这样子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发电机就会自动起 电力就会给泡沫系统 洒水系统 室内消防酸系统 尤其这个是超高大楼 它是每一个楼层都有自动洒水系统 但完全都没有作用 因为备用电力已经没了 为什么 因为备用电力跟主电源 跟四电的电缆线 是同一个线潮里面 第四个就是 部分的防火门没有关闭 才让大量的黑烟 进入到特别安全梯 那所有的防火门 平常都是要紧闭的 五个就是 防火门可能被上锁了 我们刚才讲说 长臂可是不能上锁 包含现在地下是 全部都要用磁扣才能进去 我在认为这两个消防队员 不是迷航 可是当他们逃到避难城 他出去的时候出不去 门被反锁了 那为什么会被反锁 比如说他住十楼 他的持口只能刷十楼 可是九楼的人 可以走安全梯到十楼去 他们就认为说 安全梯其实不安全 所以他从里面反锁 他逃难可以逃得出去 可是消防队要救难的时候 他出不来 第六点就是 消防抢救的设备上 怎么会没有卫星定位 跟远端连线的功能 当他呼救的时候 为什么现场指挥官 没办法正确的判断 他的位置 跟是谁在呼救 这个其实我昨天有特别问一个长辈 台湾的消防员会不会带定位器 他说目前是没有定位器的 救灾指挥车里面的电脑连线 那是谁呼救 谁有问题 在电脑上 屏幕上应该很明确可以知道 我的了解说 现在台湾的消防员 我们现在有个编制表 实际上 现有员额大概一万七千人不到 就有消防员跟我讲 现在并不是说人力增加的问题 那现在碰到比较大的是因为 视线机758号里面 大法官说要确保 这个消防员的权益 从过去的 两勤一修 现在变一勤一修 未来变成一勤二修 对 原来30人分队的 两勤一修的时候 就是有15人在那边 现在一勤一修 他只剩10个人 那未来变成是一勤两修 他可能30人分队 他同时间只有五六个人 在那个地方 那个量能出不来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说 你整个的这个原额编制 应该要扩编才对 两年之内 你没有办法排补修 休假也直接拿掉 所以消防员真的是蛮辛苦的 而且那个辛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变过 你不能给消防员非常大的资源的话 包括跟我们刚刚讲的定位系统 要用装备取代能力 讲得好 装备取代能力 你指望用能力不断的补充 可是又没有给他安全的机制 早上出门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来 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新竹市他关于去年的统筹分配款 他上缴中央将近3000亿 他甚至比高雄市还多了6亿 统筹分配款 新竹市只拿到78亿 高雄市他拿了527亿 消防人员是地方失误 他人员补派这些经费 还有买东西 这个地方政府的钱 那有时候中央政府会提供补助 去添购这些设施 肥中央受地方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国民党要修财化 绝对不能把钱都让中央独大 所以这个要改过来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这个还真的是牵扯到人民 我们从这些案子里面 到底有没有学到一些 哪样的这个经验 还有站在一个住户的立场 就是他必备一定要知道的资讯 第一个一定要知道避难洞见在哪里 当发生火灾这个火已经超过你膝盖以上 你已经没办法用一支灭火去把它灭火的时候 你还是以逃生为主 那逃生的时候啊 通常是向下逃生 不是向上逃生 那个烟速度是一秒钟三到五公尺 你跑白米你就跑得赢了嘛 尤其又是跑楼梯 所以通常是向下逃生 当你听到别人家失火的时候 你要先看看门外 有没有烟 当有烟的时候要赶快把门关起来 毛巾然后先把门缝全部塞出 千万不能躲浴室 因为浴室是塑钢门温度的高温 逐一把塑钢门烧掉 所以平常你就要知道说 你家里自己住家里面 有哪一个房间 有临马路的对外窗户 把所有的门缝在那边等待救援 这是最安全的 很多的火场 所有死亡都是死在梯间 死在逃生的路径上 结果躲在一个安全住所避难的 通常全部都被获救 这个经验常数非常的多 杨博士 他讲东西非常非常实用 也希望说政府应该有责任 扛下来 全力协助罹难者家属 受灾的家属 后续安置作业 然后还要想一想 该怎么样把这个消防员的 不管是待遇也好 资源也好 还有他未来的工作权也好 全面把它提升掉 对不对 我是刘智勇 我是陈岳胜 我是杨悠然 谢谢收看 赤胜见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